晴天霹靂,风云突变,港股昨日租孤家力压,插水式重挫,无论传统经济股还是新经济股,均无一行免被抛售,行指最低建27827点,失手28000关,跌670点,收报27918点,跌2%,成交增至1901亿元。 这是第四个交易天下跌,四日共失地1487点,乃今年1月11日收27908点之后最低的收市指数,孤家简选腾讯公布业绩之日发难,此有此无恐,不过,亦有人认为只是一次有预谋的偷袭,打好友一个措手不及,现时,好友对后市并没有失去信心。 只是未走到合适的时机营造反弹而已,昨日没断,在见过全日低位之后,终有小小反弹,应是好友的牛都小事。 我相信,好淡之争,将更激烈,昨日一役,虽是淡有占尽先手,但好友明显韬光养晦,未显锋芒,估计现在的低水平,好友反击的安全度已增。 意欲亦将加强,昨日多只热门股租重创,包括吉利汽车,快手,移海,比亚迪股份,保利协阴,跌幅由6%至12%。 腾讯初段还能撑住,不跌反升,但没断已不知后退,收市623.5元,跌5元,跌幅0.8%。 阿里巴巴硬朗,收230元,无升降,600点的跌市而迫立不到,似乎并不简单,昨日该股成交1500万股,值36亿元,最高升3.6元,最低跌1.6元。 后市如何,我头牌股计是,或继续向下沉底,27500至27800区间应有一定支持。 今年以收市指数计,最低为1月4日的27472点。 现指数较之高446点,若计及中断低点,最低为1月4日的27079点。 是以大使令一个支持区为27000至27400。 不过若因跌得多而出现反弹,我也不敢意外,如果不是等钱用,我不建议在这样低的水平抛售优质股,换马可以,即沽一只弱势股换入一只强势股,但若这个时候沽货离场,就非智者所取了。 我正钦和我们的带我们的带你,ucci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